香港海關在過去一個月的反滋衣行動當中 是進行了一個全天候的調查的 在昨天,即是5月27日 海關人員見時機成熟 在偏遠的樓浮山一帶和上水 是截查了三架的貨櫃車 並且在三個貨櫃裡面 共檢獲了大約3300萬支的懷疑滋煙 支煙的市值是大約9000萬 而應貨稅值是6300萬 並且拘捕了三名的男子 年齡是介乎49至64歲 我們相信這一批的貨櫃是經水路來的 而是暫時存放在樓浮山平下路 這個貨櫃場裡面 我們相信支煙集團是等時機成熟 再會將這些私煙分批運到不同的貨倉裡面 最近海關發現到私煙集團走私私煙的最新趨勢 我想疫情影響之下 全球的物流鏈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而走私集團也都改變他們的走私策略 由以往他們用陸路用貨車或者貨櫃車 跨境走私的模式 我們俗稱的賣搬家 每次用幾十萬支或者一二百萬支不等 偷運來香港的情況我們已經見不到 現在他們改用水路走私的模式 但是由於用水路的模式 他們要兼顧很多東西 例如船旗 船行的位置 其他船務的配套 先分子為了要確保他們非法的香煙 有充足的供應 穩定的市場供應給客人 他們會現在增加他們每次走私線的數量進來香港